各位同學好 今天我們的課程呢 要介紹奶酪 奶酪的做法 奶酪呢 我們就是會有奶粉 然後呢 洋菜 然後再糖 這樣子 那比例上呢 大概就是35公克的奶粉 加200cc的水 那就是 如果你想做多一點呢 就是做500 500cc的水呢 那就是70 70公克的奶粉 70公克的奶粉 500cc的水 然後呢 大概再加8公克的 8公克的洋菜 這樣子喔 然後呢 80公克的這個砂糖進來 那就可以了 那等一下喔 我們 我們十顆星的GIN牌 來做示範喔 那我們首先把洋菜 洋菜洗淨 然後呢 洗淨洋菜之後 把它煮 洋菜煮融化 我們把洋菜洗乾淨 洗乾淨以後把它切 切成小段 放進 放進 水中去 500cc的水 把洋菜切成 3公分長的小段 把洋菜切成2到3公分長的小段 好 好 我們把洋菜放進 放進這個 500cc的水 把它煮融 攪拌溶解 我們先把洋菜這邊煮融解 煮融解以後呢 我們等它60到80度C的時候呢 我們再把牛奶放進來 就是把我們的奶粉放進來 我們剛剛趁的奶粉呢 要放在 80度C左右的這個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融解 來 我們先把 奶粉 我們先把 70公克的奶粉放進來 把它融解 先做成 這個 奶水 然後 這個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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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洋菜呢 在這個時候已經快要融解了 那我們呢 準備把 糖加進來 把糖加進來 把糖加進來 看 對 我們把糖加進來 好 好 這時候呢 因為 洋菜已經融解了 糖也加進來了 所以呢 我們可以關小火 甚至於呢 可以關火 等它完全融解 洋菜完全融解 我們就熄火 熄火之後呢 我們要把 溫度呢 降到80度 甚至於 60度 左右就可以了 不要超過80 所以 等一下 它融解 我們讓那個 洋菜完全融解 然後呢 糖加下去了 洋菜也加下去了 讓它完全融解之後呢 我們就放到這個 冷水這邊 讓它 降溫 我們看 當洋菜完全融解的時候呢 完全融解 你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是完全融解 就是整個鍋子呢 是透明的 那但是 因為我們現在看見呢 還有一些洋菜的這個絲 所以呢 還沒有完全融解 所以我們現在 讓它完全融解 好 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 同時呢 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 我們先備好 我們的容器 我們的容器呢 就是 先 洗好以後 用熱水燙煮 那我們的容器 是 等一下呢 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呢 大概就是要加入 120公克 好可以了 我們現在可以熄火 我們現在可以熄火 好搅拌 小心的搅拌 我們隔水 我們隔水把它降溫 這樣就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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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60度C的情況下呢 我們就可以加入 加入我們剛剛泡的奶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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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一個 來 正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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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是把這個水溫呢 控制到 80度C到60度C 60到80的溫度 我們把我們剛剛的奶水放進來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呢 我們就用我們的容器 每一個大概是120C左右 放進來這個容器裡面 然後我們再去冷卻 好 可以一個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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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 把剛剛已經融化的那個牛奶跟羊菜呢 倒進來 大概每一個呢 120C到150C這樣 然後呢 等它 等它冷卻 等它冷卻 好 我們就把它分裝起來 分裝以後 就拿去冷藏室 冷藏 冷藏 冷藏以後 等一下就是 做成奶酪 好 OK 各位同學 各位同學 這是我們做好的奶酪的成品 那基本上呢 它是要看不到羊菜 你要 羊菜要完全溶解 再來 你不能太硬 你的羊菜比例呢 要對 所以呢 我們 我們剛剛呢 是用8克 放在500公克 所以那個羊菜的 的比例呢 大概就是 一定要注意喔 不能太多 太多呢 那個羊菜 那個奶酪呢 會太硬 這樣子 OK